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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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往我們的KOF 今天是10月24星期一 好 禮拜一嘛 可能會有影片或是一些資訊釋出 1.2.3嗎 應該會有公告啦 應該有沒有公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禮拜天的公告吧 那個應該是預設好的公告 就是時間到來就發布這樣 好 這個 有一個活動 就是你要用萬聖節格鬥家來玩總力戰 然後不管輸贏 只要貼圖就可以了 看你是要貼這一種還是貼這一種 看你要貼哪一種 萬聖節格鬥家就有兩隻紫框嘛 就 這個不速之客這兩隻嘛 一個是克里斯 一個是 愛麗絲 這樣子 這兩隻應該很難用啦 之前我記得 是不是去年的活動還是哪邊的活動 要用這兩隻去打 打那個什麼BOSS喔 我記得那時候有要用這兩隻打BOSS 我那時候還蠻難過的 蠻難打的 因為這兩隻有點弱 好 我們再看一下喔 就 對 沒錯 不速之客 克里斯跟愛麗絲 然後這金框的就不怎麼樣吧 應該說這是 這是我們第一年啦 就是國際服第一年的 10月開服 然後大概 很快就迎來這個萬聖節這四隻吧 我印象中啦 就是一開始是瘋 瘋八嘛 就是那個瘋八跟瘋娜嘛 然後刷手刷嘛 三年前 三年前 然後沒多久就是出這個 然後我就去抽吧 都沒抽到啊 我只抽到 除了庫拉的 除了庫拉這個 馬丘雅 雪魯迷跟安琪 一家車是送的啦 像這個克里斯也是那個 那個賓狗吧 賓狗抽記憶吧 也是送的吧 我那時候送到四星吧 運氣不錯 愛麗絲好像就是 應該就要抽吧 我可能就90等我一星之類的吧 忘記了 反正這種這兩隻 你現在都可以五星的吧 記憶應該都是狗的 可能你都有抽到 那這是第二年的吧 香菲瑪莉海提法 好像是第二年的吧 第一年第二年 那這可能是第三年吧 我們現在應該算第四年囉 好 算第四年了 不知道會出誰 應該要出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好像 這算是國際服 國際服還是比較重視那個 萬聖節 像新年好像就只有一次而已吧 新年類好像就只有一次 是不是 然後夏日的也是 兩次兩三次左右吧 就是泳裝 泳裝系列的 就參加這個吧 爛爛的 然後這個要抽50名 從來沒有抽到過 因為很多國外玩家吧 好 我有貼啦 我有貼 就這樣吧 大妹 不知道 反正到時候看公告吧 這兩天 萬聖節兩隻嘛 然後 你看這個泳裝的也蠻多隻的 然後漂亮系列的 聖誕節系列的 聖誕節系列的 萬聖節系列 聖誕節系列應該也有兩三次是不是 兩次左右對不對 然後情人節系列的 新年好像才一次耶 就這麼一次吧 這四隻是不是 聖誕節應該也有兩次左右 然後那個情人節可能也有兩次左右吧 然後這個是那個夢遊仙境 就是沒有節日的 你看夏日泳裝系列 蠻多的 然後這個又是聖誕節 聖誕節系列也蠻多的 這是愛情系列 就是有點像情人節的 好 大概這樣吧 我們今天要玩什麼 今天也沒什麼好玩的 就來玩那個巨神吧 靈式巨神 我就用那個封堅人跟那個 路卡爾 也不要用什麼Ele技能 就直接兩個雙集中打完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樣打就會過了 基本上 應該不是說過 就是可以打出 一普通的傷害 如果你要打很高的傷害 你要搭配那些Ele技能 那因為我們目前ES格洛家 ES格洛家的隊長技 最好的應該是草剔吧 就是傷害60% 攻擊力60%這樣 其他的可能是50%或是40% 然後會有附加一些效果 什麼加暴擊率啊 之類的吧 來看一下喔 有沒有這50% 然後暴擊率10%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他自己當隊長 然後你就配兩隻猛的 可是事實上 配兩隻猛的也可以吼 恩 不然我就配他吧 我玩個兩場吧 看怎麼樣 配他跟風階人 再配一隻猛的吧 EX猛的啦 花狼嗎 花狼也OK啦 花狼有盾 不太會死 有免死 不太會死 呃 風階人有免死嘛 他有免死 然後他是回血 就被打到生意怕的時候 血會回回來 恩 長回來這樣 所以他不太會死 除非你在那個冷卻時間 連續被震兩次 那種必死的那種點 那可能就會死 像這個很強啊 這個 這個真的很強 這種 目的他只有時間之謎 就是你只能給露卡 雙露卡跟他 他又 他又不強 然後這個輪替減2秒很好用 就是你的那個輪替會很好用 少2秒就很好換 這是近期比較厲害的 他就很像那個牙刀吧 牙刀應該也是 牙刀咧 刀割 我亂叫了 我亂叫了 怎麼不見了 牙刀不是應該在這個位置嗎 噢 牙刀是那個 沒有啊 他可以轉貨啊 噢 在這裡 為什麼他在 噢 實用招好 抱歉 他放第一個位置 然後想說 奇怪怎麼都找不到 這個也是啊 你看 BOS熱潮 就是那三隻嘛 然後減2秒 這個我覺得是目前最好的 就是攻擊力65% 然後又是輪替減2秒 這種是目前我覺得最好的隊長技 就這一種 好像就這兩隻吧 最新的這兩隻 呃 第四彈跟第五 第四彈跟第五彈嘛 第六彈不知道 我猜應該也是有一隻是這樣子的 推測 所以你要派三個猛的就是 你會犧牲那個攻擊力嘛 沒辦法用到65% 他草屜60%耶 他沒有任何東西 他就60% 而且他本身傷害又不怎麼厲害 然後他還是給他用集中 喔 我懶得換了 他的那個另外一招是 加暴擊率20% 我剛剛稍微打一下就7000多M到8000多M吧 就隨便打就7000 8000 你也不太需要什麼換人技巧吧 就亂打都可以 是什麼 看穿這個 主要是看中這個啦 輪替等待時間重置 就是說你可以瞬間爆發 然後換人之後 他弄下去之後另外兩隻馬上換人就好 可以馬上交出來弄一波 好 總之那個封肩人就是 陸卡爾是4秒加3.5秒 7.5秒 然後封肩人是3.5秒加2秒吧 這招是2秒 所以他是5.5秒 可以爆發一波 然後再那個 就這樣 這樣爆發一波 基本上你不要用那個覺醒MAX 覺醒MAX沒有用 打那個巨神的時候一定要用這個 EX技能 好 我們來玩玩看吧 玩玩看 這是 零充的工會 零充的好 然後今天算是禮拜天 所以巨神很猛 如果你的練度不夠 會被捶死 那這個守護者不用說 一定是用八神按 另外兩隻沒有什麼傷害 這個是給那個戰鬥力不高的人 傷害不高的人用 可以幫忙打 這防禦也沒什麼用 以前都試過了嘛 好 好 我先用這個組合 然後這兩隻輪流打這樣 喔 輪流打這樣 然後一開始不用等嗎 封肩人打完之後換他 換他 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後再換封肩 哼咚咚咚又換他 只要不要被連續 壁死那招的打 Pad 的話應該就還好 安不順 一直卡死 不夠什麼 今天巨神有問題 卡死好幾次 不知道有什麼Bug 這個組合太爛了 我要換組合 這個組合不OK啊 這個組合不OK 可以打到 這邊沒辦法 我想說雷紅波留著 哎呀 早知道應該把他放掉吧 他現在有發現那個 陸卡爾正在回血 這個星條好漢了 啊這個組合太爛了 拚命回血 好退出 退出 退出 換下一個組合 換下一個組合 這個組合不OK 來換下一個組合看看 好來換這一組 15年度卡爾有一個EX技能 狂亂 可以增加傷害 我之前有打過8000多了 之前啦 我印象中有打過8000多了 好像放 至少放個一次好了 好 沒了 要等了 都沒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揮擠了 那個揮擠又會中斷你的攻擊 這會影響到你啊 好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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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 就是放一次狂亂啦 如果你可以放兩次的話 我不知道要再試試一個 狂亂的冷卻是多少 來看一下吧 狂亂就有點像那個 狂戰士的感覺 就是你傷害會增加嘛 受到傷害 還有你受到傷害跟敵人受到傷害 敵人受到傷害是 是40% 然後我們自己是25% 主要是這個吧 輪替等待可以重置 蠻好用的 40秒那沒辦法 40秒有點久 這個冷卻40秒 如果是30秒的話 你可能有機會放個兩次吧 40秒有點難 這個冷卻太久了 之前他的組合是用蔡寶琪啊 他的組合應該是這樣吧 蔡寶琪也不錯啦 但是他是打擊技 不太 試著陸卡 因為陸卡的技能一技能算是長崩嘛 然後這個蔡寶琪比較可惜 他是 打擊50% 所以他比較適合給封堅能用 這個猛打還是40秒 可能可以放個兩次吧 是不是 要再試一下 把它換回來吧 OKOKOK 主要就是玩陸卡爾的狂亂 還不錯用 但是沒有那個蔡寶琪50%好用 蔡寶琪就是打擊啊 沒辦法 我剛看了一下沒辦法 我有嘗試要用 但是沒什麼效果 好那這一期就玩到這邊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流行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贊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